林兆斌先生在《大紀元新聞網》 有一個專欄叫《解碼新香港》 今週的題目是 挖公仔挖出腸 兩個極端 香港經歷了N次人大釋法 但與之前多次的釋法不同 網上極少人討論今次的釋法 除了擔心批評或討論釋法會誤當法網 或被人截圖之後打爛飯碗之外 更反映出香港的主流民情 已經不想再理會政治新聞 反正無法改變政局 倒不如將珍貴的時間 放在令自己開心的事情上 這種心態在2023年將會越來越強烈 如何令自己開心呢? 部分香港人選擇了收聽本地流行曲 和觀看本地電影 元旦的《刺測樂壇流行榜》頒獎勵 在網上引起近年最熱烈的討論 網民討論了3、4天仍未結束 在追星之餘 大家都很著緊本地樂壇的質素 所以對得獎歌手的演唱表現 提出了大量意見 本地樂壇重新熱鬧起來 同時是因也是果 多了新人出道 自然多了粉絲 當越來越多人重新收聽廣東歌 又會吸引更多新人和資金 這個現象跟去年的港產片大賣系統出一切 已經變成一場流行文化復興運動 進入2019後社運年代 歌曲和電影作為娛樂 治癒了無數港人的心靈 也是一種香港仍未死的情感寄託 言歸正傳 新香港已發展出畫公仔畫出場的兩個極端 第一個極端是政治表中要畫公仔畫出場 在目前這個極左的年代 如果要獲得政府的資源 就要人人過關 每個人和機構都需要公開表中 中立會令你無運行 學校將國安教育報告放上網是最基本 而部分學校較早前 甚至自發在Facebook直播升國旗 想在學生在五線時段 觀看講述中共扶貧的洗路紀錄片 無窮之路的照片 如果民間團體想申請成為18區關外隊 須於申請表格上列出過去幾年 舉辦過什麼的外國外黨活動 例如習近平講話精神研習班 中共二十大精神分享會等 簡單來說 如果要獲得政府的資源和權力 就必須要鬥外黨鬥畫公仔畫出場 相反 當香港加油已經成為禁語 曾觸發某間中學報警時 非建制派或民主派 只能畫公仔越不畫出場 近年冒起的流行文化復興運動 當然有政治因素 隱含了很多黃絲的符號 和反映黃絲對香港的情感 例如流行曲《銀河修理員》 《流賀來的人》 《是這樣的啦!小心地惑》 到底發生過什麼事等 而泛氣攻心 《沿路山卡拉》 《正義回浪》等電影票房大賣 並非全憑電賦本身的實力 而裏頭有黃絲藝人或TVB以外的藝人 內容涉及移民潮 讚頌香港美景、暗奉香港等 合拍片《明日戰記》雖然有藍絲演員 但飄防第一 串考古天樂拍科幻片的誠意 以及長期支持本土電影業的光環概括 民主運動變成流行文化復興運動 正在守護一個未被赤化的娛樂空間 一個不用政治表中的舊香港 還有一種作為香港人的光榮感